台股反弹刚开始资金流入这两大族群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赶快订阅理财周刊频道吧 最专业的财经知识都在等着你哦 那我们来关心今天的盘事 台股连两日反攻今天收涨128点 这波反攻才刚刚开始吗 资金又会流入哪些族群呢 马上有请Lio来帮大家解答吧 亲爱的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在礼拜五的行情今天可谓上冲下洗 因为盘中发生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情 就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遭到枪击 那台北股市盘中也受到影响 盘中突然一阵击杀嘛 跟随着日经指数一阵击杀 可是很快的就会市场恢复理性 其实跟我们台北股市影响相对比较小 还是反弹这个轨道持续的进行当中 今天收盘说在14464点 成交量2573亿 算是持平中等的一个量能 虽然盘中有出现一个震荡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台北股市的日线架构图 现在我们距离月线的位置 还有699点 逼近700点 因为月线在15163点嘛 那你仔细看一下美国 其实美国的纳斯达克 或者是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 都已经站上了月线 但是你看 我们离月线距离还有700点 换句话说 我们的空间还很大 他们不但站上 而且还超过很多嘛 科技股 那你仔细看 费城半导体 算是跟我们台北股市最相关的 人家也站上了10日线 而且是往20日线靠近了 那昨天整个费半指数是大涨4% 所以我想台北股市现阶段反弹 真的才刚刚开始 那在昨天台积电大涨 那大地光涨停板之后 今天乃至于下礼拜 中小型股表现机会就开始 个股表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反攻刚刚开始嘛 这是台北股市 有没有我们现在连10日线 都还没有站上去 更何况我们刚刚提到的嘛 就是美国费半站上10日线嘛 那标普500跟纳斯达克都站上月线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族群 这是大家特别留意 像中国 最近中国股市很强 那中国股市很强 你在看下面的整个次产业族群 谁最强 汽车族群最强 因为中国的利多政策 补贴措施 一波接一波 就是放在汽车 因为汽车 一台车的零件高达1万甚至2万个 所以他影响的供应链厂商非常多 那他救汽车 就是救一大群的企业 你看这个地方 右手边 中国的整个汽车类股 全面性的一个涨停 好 那你仔细看一下台北股市的汽车股 包含一下1524的更顶 之前涨一段之后开始横盘整理 今天再度攻上涨停板 有机会挑战前波高点 那1522的提威西 也是很接近前波的高点 今天也是大涨 长虹黑棒 那再来包含一下4551的自身科 横盘整理之后 今天也往上创波段的新高 那一粒店 虽然最近走势比较弱势一点点 但是记得他的CB转换价多少 85块 7月7号刚刚挂牌而已 好 那我想这个后面还是有机会 持续往上做一个攻击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3491圣达克 这个网通族群最近也蛮强的 直接攻上涨停板 昨天在这个Telegram里面跟大家分享 我们进场买进这个圣达克 昨天攻上涨停 今天攻上涨停 才一天的时间而已 就可以获利十几% 那再来包含像这个钟蕾 钟蕾他的营收创始高 森达克也是营收创始高 可是你看很多好公司业绩很好 他前面是先往下跌的 为什么 大盘很差 所以他往下杀 但当大盘回稳之后 他就涨回来了 钟蕾也是营收始高 你看他股价连续两天 差不多可以棒 也是反弹上来 那再来包含像3596的字役 字役蛮特别的 他营收是历史次高 但是一样股价往下杀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外资的部分 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有一些 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但是不明显 可是投信的部分 大家特别留意到 这个投信的高持股股票 在6月底7月初狂砍 杀的非常多 杀的非常凶 但是呢 投信在质疑这张股票 他竟然是没有卖 还持续不断加码 所以投资朋友可以特别留意 这个有可能会成为第三季 投信持续韧养的一个股票 再来整个网通族群里面 我认为最便宜的 最低价刚刚起涨的股票 3062的建汉 他的营收算创41个月的新高 还没有像前面那些公司创死高 可是你仔细观察 他是不是刚刚突破下降趋势线 还突破两次 那底部出现了个大量 你仔细观察 他的六月份营收 有没有 6.23亿 五月份才3.53亿 他换句话说 他是月增76% 年增93% 年增哦 93% 那换句话说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的去年基期很低 那你仔细看一下 这是去年 去年的这个基期 包含像去年的这个7月份 没有7月份是2.58亿 8月3亿 9月3.5 10月3.7 11月3.51 是不是非常低 可是你仔细看一下 现在他的业绩已经跳到6.23了 假设 假设接下来7月8月9月10月 都是维持在6.23以上 甚至于更高的话 那他的年增率是不是都9成 甚至于100%以上 那就代表说这家公司 接下来他是进入一个什么 高成长期 所以我想台北股市在大盘 这边震荡整理的时候 那像这一种高成长期的这个股票 那投资朋友都可以特别留意 好的 以上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 谢谢利游的分析 想要教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Lighter跟Tag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六五五六五一 感谢观看